谈就医之事,就养生之物,解疾病之祸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安谈健康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俗话说,岁月是把杀猪刀,刀刀催人老 但其实衰老不可怕 可怕的是他带来的身体健康的问题 40岁以后是生命的高危期 我们要谨防三大健康杀手 第一,高血压 目前我国高血压的患者至少有两亿 但其中1.3亿的患者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了高血压了 而且现在高血压的发病年龄已趋向于年轻化 不少30多岁的人就有高血压 更别提40岁以上的人群了 高血压比您想象中的更加危险 很多人在查出高血压以后 认为这不是个什么大毛病 其实高血压的危害不在一时一刻 时间久了会对全身的血管 心脑肾等重要的器官造成很大的损害 对血管的损害 高血压会加重全身小动脉的硬化 容易造成血管出现血栓 寒可形成动脉瘤 对心脏的损害 血压偏高使心脏的负荷加重 容易导致高血压性心脏病 冠心病等等 严重的时候将导致心肌梗死 心圆性处死 第三我们来看 对肾脏的损害 高血压通过肾动脉硬化逐步发展 可能会引起蛋白尿 肾萎缩 肾功能不全 尿毒症等等 危害生命 第二种疾病 高血脂 人年纪大了 谁不会血脂高一点 又不会死人 不瞒您说 高血脂是真的会死人 但凡有血管堵塞的地方 也就有了病 堵塞如果发生在心脏 就会引起冠心病和心肌梗死 而堵塞发生在大脑 就会出现中风 堵塞的如果是眼底的血管 那么将导致湿力下降 甚至失明 如果堵塞发生在肾脏 会引起肾部脉的硬化 发生在下肢 会出现肢体的坏死 溃烂等等 同时 血脂异常 还可以诱发胆结石 一线炎 加重肝炎 导致男性的性功能障碍 以及老年性痴呆等等 第三种疾病 高血糖 高血糖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 会有很大的可能发展为糖尿病 而一旦患上糖尿病 就不只是一个血糖指数高低的问题了 还有一个接一个的并发症的出现 并发症可以遍及全身 心 脑 肾 眼 下肢 等全身各个组织器官 均可以受累 如果不能及时的治疗 将会导致冠心病 脑中风 尿毒症 失明 等严重后果 四十岁以后 尽量要做到三禽 第一 禽晒太阳 晒太阳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预防皮肤病 以及骨质疏松等等 第二 禽泡脚 脚是人体中穴位最密集的器官 可以通过足浴的方式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睡前泡脚以三十八到四十五摄入的水温为宜 时间二十分钟左右即可 第三 勤微笑 每天大笑 让肺活量增加 利于开发幼脑 对女性乳腺疾病还有预防的作用 四十岁以后 尽量要做到四懒 第一 心里偷懒 做事着急的人 一动肝火 长期如此 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还会诱发急性致命的心脑血管疾病 第二 吃饭偷懒 吃饭的时候也要偷偷懒 一方面要细嚼慢咽 另一方面 不要把食物做得太精细 精细的食物 膳食纤维少 油多 若精粮中加入粗粮一起吃 可以保护肠胃和血管 第三 锻炼要偷懒 患有高血压 灌心病的人 早上别急着出门 因为清晨血液比较粘稠 血压偏高 这个时候锻炼容易导致血管破裂 诱发脑出血 心梗等疾病 所以说 最好在太阳升起以后 温度比较适宜 且天气不错的情况 在运动 第四 生气要偷懒 生气是自己惩罚自己 性格开朗少发愁 是公认的长寿之道 人到40以后 尽量还要做到五不贪 第一 不贪肉 膳食中如果肉食过多 会引起营养平衡失调 和新陈代谢的紊乱 容易患高档工程血症 不利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 第二 不贪咸 摄入的盐分如果过多的话 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容易引发高血压 中风 心脏病 以及肾脏的疾病 第三 不贪甜 过多的吃甜食 会造成肌体功能紊乱 引起肥胖症 糖尿病等疾病 第四 不贪快 吃饭一定不要贪快 会增加胃肠道的消化负担 最后一个 第五 不贪饱 饮食 以七八分饱 如果长期贪多求饱的话 不仅会增加胃肠的消化吸收负担 而且会诱发或者加重心脑血管疾病 以及猝死等意外情况的发生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